我们有的女生好朋友在开吉普车 对 我以前没有开过吉普车 但有一天我的这个好朋友说 她头很痛 她说你帮我开车 我就帮她开车 但是我就发现 真的要踩很大力 她才会动 而且就是她的动也是 不是突然就动 她是慢慢的 慢慢的动 我觉得这个就是吃两颗药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要非常使力的 去启动这个海绵体 但是并不会说 因为吃了两倍的药 她就变两倍硬 她只是说她就可以开动 可以张开 就是那个马达吹下去 更大力的 比较是这种转开的感觉 紧张的时候就不容易硬 就算想也不太容易硬起来 因为血管都会缩起来 所以如果说我吃了第一颗没有效 再加第二颗没有效 不是代表我吃两颗没效 下次我比较心情放松 吃两颗可能就会有效 爱的时间不会延长吗 不会说吃一颗十分钟 吃两颗二十分钟 吃三颗三十分钟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诗伟 欢迎收看诗伟爱健康的节目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多才多艺的泌尿科医师 他不仅是专业的泌尿科医师 同时呢 他又会跑马拉松 又会煮菜 又会煮大扎蟹 同时他还会吉他自弹自唱 赶快来邀请大师江以妮医师 欢迎林妮医师 诗伟爱好 大家好 我是泌尿科医师江以妮 诶 谈吉他这件事情 当初怎么会想要去学啊 谈吉他 我就是有一次曾经去开会 然后开会的空档就到一个湖边 刚好在下雪 然后下雪的时候没地方可以去吗 就推开一个门 就进到一个我以为他是咖啡店 但他其实不是 是一个生意很不好的酒吧 然后前面就有一个人在那里弹吉他唱歌 我以前没有听过 我那时候三十岁 我就是觉得那个声音非常美 因为他唱的歌其实是 我以前就有听过的歌 只是说他被另外一个人 然后重新诠释 对 而且吉他是很简单嘛 他的伴奏相对是比较单纯 没有那么多的乐器 所以就会更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那我从那时候就会开始去听 比较多的弹唱 然后发现说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声音 然后觉得蛮好玩的就开始学 好 那我们有机会要请李林医师 在节目当中帮我们自弹自唱 请问会弹吉他的能声 会不会爱能力比较强 会弹吉他的能声 所以我就想说 手指很灵活 情感很丰沛 应该爱爱方面也蛮厉害的 我觉得有可能 其实我有观察我的患者 就是说 比较会想要保养自己 这一方面的男性 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共通的特性 我觉得是 一个是他们很动靈 就是说他对年龄 比较没有传统的想象 他不会觉得说我50岁 60岁70岁80岁 我就一定怎么样 我就只能去公园甩手 当然甩手也很好 只是说就是我观察到的是说 我的我的患者这些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然后更对另外一半也更好的人 其实他们对人生是有很多的热爱 那当然他们都有不一样的嗜好 的确也有弹吉他的人 然后也有很多喜欢旅行 然后喜欢烹饪 喜欢滑雪 或是自己也会煮饭 或是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很会寻找快乐的人 所以我的诠释可能是说我觉得 很会在人生中寻找乐趣的这一些男性朋友 他们一定会是更厉害的人 是不是摄影师 人生要充满 人生要寻找很多快乐 而其实爱爱呢 就是会让大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 不管你到几岁 你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 也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到几岁 你都可以有享受爱爱的权利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你要来跟大家分享了 有位观众朋友在留言板上面留言说 他去看了李妮医师的门诊 结果他在门诊外呢 就听到了一位长辈问护理师说 那个我蓝色小奥丸吃两颗 没有药没有效耶 那我可以吃三颗吗 但吃三颗我会不会影响到 我身体的其他功能 这个长辈就非常非常的担心 那我们要请李妮医师来告诉我们了 吃壮阳药这件事情会不会吃一颗一倍 吃两颗两倍 吃三颗三倍 吃越多越好呢 就是壮阳药的话 其实它的副作用 大家可能有经历过 大家比较常出现就是会脸潮红 或是感觉心跳变快 那有的人可能会有点肠胃不舒服 或者说觉得有点看不清楚 或是看到蓝色的光有可能 但是其实吃两倍 它并不一定它副作用就会变成两倍 只是有可能会说它发生的比率会提高 像我有的患者本来吃一颗效果不好 那他就但吃一颗他也没有不舒服 可是吃到两颗的时候他觉得有用了 可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的脸比较热 他发生这些副作用的比例就比较高 但基本上这些副作用就是会有这样的不舒服 可是随时间它是会消散的 那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不能够跟血压药同时吃 至少要间隔四到六个小时 所以像这种强效型的药物 它大概可以维持几个小时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所以即使你有副作用的话 三到四个小时之后它就消退了是不是 可能要长一点 但是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它的这个药的浓度就已经下降很多了 那这也是我们会有这种 长效跟短效药物的原因 因为假设说我是没有吃任何药 没有吃血压药其他的药 那我可以吃比较长效的药 因为这样就不用想说 今天几点要做几点要吃 因为短效的药有一个时间性 假如说我今天去约会的时候 那我要预算说我是几点要吃 几点有药效 然后几点药物没有效 但是如果是长效的药 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我今天出门前吃 那我到明天睡醒之前 我都是一个比较好作用的状态 就随时想上就上随时提枪上阵 对对对 但是因为有时候比较熟灵的人 可能是有吃血压药 那这个时候吃短效的药就比较好 它比较不会跟其他的血压药交互作用 因为最怕就是吃了以后低血压 那有可能会昏倒 反而就危险 但假如说是有分开的 那可能真的血压降低的 几率就没有那么高 OK好 男生关心的是 如果我吃一颗状怨药没有用 吃两颗也没有用 那我吃三颗会不会有1加1加1等于三倍 我更强的一个效果 就是其实这类状怨药 它并不是说吃一颗就是像香蕉一样硬 吃两颗就直接两倍硬 别小黄瓜那么硬 对 它比较是一种启动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我本来是一台跑车 那我轻轻踩它就会启动 那就像说我不用吃药它就启动 那假如我是一个正常的房车 我可能稍微踩 虽然吃一颗 那这个药就是这个踩油我们的动作 就稍微踩它就启动 但它还是就这样开 它也不会说开得更快 它只是说它就可以开了 但是有的人他的这个血管真的是很硬的 很打不开的 那我们可能就要吃到两颗药 就有点像是一个吉普车 就是我们那个好朋友不是 对 我们有的女生好朋友都开吉普车 对 我以前没有开过吉普车 但有一天我的这个好朋友说 他头很痛 他说你帮我开车 我就帮他开车 但是我就发现 真的要踩很大力 它才会动 而且就是它的动也是 不是突然就动 它是慢慢的 慢慢的动 我觉得这个就是吃两颗药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要非常使力的去启动这个 这个海绵体 但是并不会说 因为吃了两倍的药 它就变两倍硬 它只是说它就可以开动 可以张开动 就是那个马达吹下去 更大力的那个 比较是这种转开的感觉 所以壮药药是一种转开的作用 对 但是你的本身的硬度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吃壮药而变得更硬更硬吗 其实就是还是会就更容易加速 就是更容易它可以加速快起来 但是并不是说两倍的药它就会两倍的硬 或是说两倍的药就能做两倍的时间 所以吃一颗或三颗都是一样的硬度跟一样的时间 因为硬度还是有个极限 就像这个气球 就一个气球如果我们给它冲到宝 它最硬还是有一个程度 它再来就破 它不会 比如说它就是一个气球冲到宝 它不会变成一个铁 就没办法到那么硬 它会增加硬度 但不是两倍硬 好所以我们要请李黎医师呢 再次来提醒一下大家了 中文药是一个开启性爱开关 非常重要的那个药室 但是它的硬度也会增加 时间也会增加 但是不是1加1加1 这样子类比上去的 对它不是类比上去的 而且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吃到两颗药还没有效 那表示说这个海绵体的确可能是非常的僵硬 它的纤维化可能很厉害 那这个时候单纯用吃药把它打开就有困难 其实如果需要吃到两颗的时候 就要留意 因为吃到两颗表示这个海绵体 退化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那在此时除了吃药之外 我们也要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 比如说多运动 也可以做一些再生的保养 避免说吃两颗药也没有效的情况 其实状药并不是说吃一颗 我本来是可能是剥皮的香蕉 那吃两颗就会直接变成带皮的香蕉 吃三颗就会变成小黄瓜 吃四颗变钢筑 对 可是它并不是吃越多越好 因为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 如果我只是轻微的障碍 就是海绵体轻微的退化 那应该吃一颗只要一颗就好 它就会变成像小黄瓜一样 如果说需要吃到两颗 就表示这个海绵体的退化 已经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如果说比较轻微的 其实吃一颗跟吃两颗 有可能副作用会增加 可是这个效果并不会增加到很多 硬度的效果不会增加到很多 就是说有吃跟没吃 有吃的确它会上升很快 有吃的状态它可能会变成说 本来是剥皮香蕉就跳到一个小黄瓜 但假如说吃一颗真的反应很不好 需要吃到两颗的时候 就表示说这个海绵体 它可能相对是比较僵硬的 或者是我的心肺功能是真的下降的很多 那此时就会需要其他的一些保养 就比较难说我从两颗吃三颗吃四颗 它就真的可以启动 可能它会有显微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也许不足够能够很顺利的 做完这个亲密的活动 所以艾艾的时间不会延长吗 不会说吃一颗十分钟 吃两颗二十分钟 吃三颗三十分钟 不会它是吃零颗跟吃一颗 它有可能会增加 增加五分钟 但吃一颗到吃两颗 它变化就很少 如果当我在艾艾的时候发现吃了一颗药 呃 迟迟都没有反应的话 我可以现场追加吗 立马加价加量可以吗 效果应该会加倍吧 倒不会加倍 就是当场要再吃也OK 可是可能就有一个等候的时间 因为要吃下去是要十五分钟才会作用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就要讨论到说 我一开始要吃多少 因为有的人会很担心说很依赖这个药物 所以现场是可以追加药物 可以追加药 但是有可能会效果不好是说 我们已经尝试了 我心里是会紧张的 我紧张的时候 我身体的肾上腺素会增加 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没有饮 然后我就紧张了 肾上腺素就增加了 那这个时候再加药的药效就会下降 因为我们身体的紧张 像海绵体是很紧缩的 药要再让它打开就会变得难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大家说 如果医生建议你吃一颗 那我就先不要自己吃半颗 我就吃一颗 那如果说医生建议你吃半颗 那我不要吃十分之一颗 就如果说要减量 可能是先吃到一个有效的量 下次再减 不要慢慢的加 因为这样子会增加我们内心的焦虑 就算吃了第二颗没有效 大家也不要害怕 因为这个第二颗没有效 不是代表说我吃两颗没有效 是因为我已经吃了第一颗 那吃第一颗 没效的情况下我已经紧张了 这是很自然的 就是我吃第一颗没效 我就很紧张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第二颗 它的效果就有可能不会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紧张的身体会有交感神经变得比较旺盛 然后肾上腺素会增加 那不是有助爱爱吗 那个没有助爱爱 肾上腺素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 末梢神经的血管都收缩 然后也会让海绵体的血管也收缩 紧张的时候就不容易硬 就是就算想也不太容易硬起来 因为血管都会缩起来 所以如果说我吃了第一颗没有效 再加第二颗没有效 不是代表我吃两颗没效 下次我比较心情放松 吃两颗可能就会有效 然后爱爱的时间也不会double 对不对 不是五分钟再加五分钟等于十分钟 就它有可能会延长 但它不会double 然后再来就是爱爱的时间 它除了受到硬度的调控 还有感觉 比如说它摩擦一万次它就射了 那就算吃药它摩擦一万次 虽然说它可以维持那么硬 但是它射了它就不会再做 就是早洩啊 所以它不会从一万下变摩擦两万下才会射吗 不会 那个要吃另外的药 就是要吃减少敏感的药 你要擦麻醉药或是吃射精的药 另外的 壮阳药的意义是在于说 它可以让我们在射之前 尽量不要就软掉 但是如果说我的感觉是很敏感的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兴奋的 那这个时候感觉到了它还是会射 它并不会延迟这个感觉 就假如说我想要变得不敏感 那我可能会需要擦一些麻醉药 或是做凯歌运动 或是加上一些其他控制射精的药 去延长这个爱的时间 所以延长爱的时间不能靠状药 不能完全靠状药 事实上在性功能障碍当中 有勃起障碍跟早泻 这两个状况发生 勃起障碍是可以靠状药来帮助你的 但是早泻要另外的药物治疗了 对 因为我们一般俗称的这些 蓝色小药丸这一类的状药药 它是让海绵体可以张开 就说让我们可以像钥匙把它转开一样 发动这个车子 使它可以开始跑 就让它硬到够可以开始跑 但是什么时候会结束 其实还是跟敏感度有关 那敏感度跟龟头的敏感度 还有我们大脑的敏感度 还有骨盆的肌肉都有影响 那假如说我已经够硬 可是我可能做30秒做一分钟 我就射精了 那这个射精的问题 就要用另外的方式来处理 就早泻或是早射的问题 或是我们节目也有聊过 持射的问题 就是射精其实属于另外的问题 就像之前有聊过一集 是如何做一些按摩 让自己的射精时间可以延迟 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请大家呢 如果医师请你吃一颗就吃一颗 你真的不要在家里面 散致吃第二颗 除非是医师允许你 而且医师说OK再隔一 不然我还是很害怕 他在家里面会马上疯 那这次提醒大家一下 勃起障碍跟早泻问题 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所以呢 要治疗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是混合在一起的 还是要跟你的密尿科医师 好好的来做一下讨论了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地谢谢妮妮医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还等什么呢 现在就加入十晚爱健康女神俱乐部 和女神们一起探索良心密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六十五天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身里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钢防晒凝露 兩星密码频道订阅铺十万咯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更多精彩的密尿科影片 都在两星密码频道